Aftershocks是专门研发股传导技术的公司,在全世界已经取得超过300个专利,其推出的次世代股传导耳机Aerobex,各项表现经测试都相当出色。 音质部分,不管是人声或乐器都拥有清楚的细节表现,甚至连歌手的呼吸声都能感觉到,再加上有一定厚度的低音,平衡性加的中音,以及延伸性强的高音,整体令人印象十分深刻。 佩戴感的部分,则以适中侧压感及上下左右晃动都能维持稳定的特性,获得了极高评价。 柔软且伸缩性高的材质可舒适包覆住头部,不管头型如何,长时间佩戴都不容易疲劳。 此外,功能性一佳,只要充电2小时就能连续播放8小时,且几乎无漏音状况。 总体来说各方面的评价皆高,若不喜欢入耳或耳罩式耳机,这款商品推荐给想尝试古传导耳机的使用者。 成立于2015年的日本古传导耳机品牌BOKO,以世界第一款真无限古传导耳机Ears Up&Peace抢时市场,运用独家的古传导技术,只要夹在耳阔上即可透过软古传递声音,可聆听到干净且延伸性强的音色,尤其是整个乐曲的异扬与乐器分离感相当强烈,拥有强大的解析度。 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低音比较无力。 佩戴舒适度部分,即使采用假耳的佩戴方式,但在头部晃动时依然相当稳定不易掉落,就像被磁铁吸住一般,而且几乎没有被拉扯的疼痛感,可说是相当舒适的款式。 功能性方面或许稍嫌不足,连续播放时间为5小时,但仅需充电1.5小时则相当方便。 整体来说是适合长时间佩戴,不容易产生疲劳的优秀款式。 原本以行动电源为主打商品的Jero,也顺势推出这款Touchbone谷传导耳机,拥有IPX5的防水功能,但音质稍嫌不佳,不但低音域极为品弱。 就算以低音为主的歌曲,还是容易被其他音域盖过,解析度的表现也不算优秀,聆听起来的整体状况撑不上清澈而有些闷虫感。 配戴时会感觉到太阳穴附近有极强的侧压感,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感觉到有些疼痛,另外只要稍稍活动,整个耳机就会产生位移,因此在佩戴舒适度的分数较低。 至于功能性的表现,仅需1.5小时的充电时间得到较高评价,但连续播放只有只有最高6小时,是影响最终评级的关键之一。 Galardo是一家位于中国的鼓传导耳机品牌,其中V8F3专门针对亚洲人的头型设计,搭配仅25克的超轻重量以及IP65防尘防水等级认证,规格上相当抢眼。 虽然透过骨头共振来传递声音,但这款商品不但在低音域感觉非常微弱,完全没有动力,音乐的延伸性也完全不足,导致整体音量极弱,遇到多乐器的场合,也会整个混杂在一起,平衡性向当拆。 配戴部分稍微拉回一点分数,侧压感适中,能感觉到顺着头型的贴合感,因此得到较高的评价,此外连续播放时间8小时,充电时间2小时也算是重归重矩的规格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